每天晚上出去 你有没有讲过头 我讲过头没有 我就是当他晚上 我先问一下 每天晚上出去的 为什么了 就是被广想走什么 他每天晚上出去 你知道他出去干什么 你知道 你就是走一走 晚上山山步 一个人 女朋友男朋友了 女朋友 她每天出去山山步 也是可以的了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就是小孩 小孩才是医生 有的时候 毕竟我们下班回来 有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 他在家里陪陪小孩 做学做的 我真的要吃棉花的 还棉花的 对 那老婆呢 老婆什么工作了 现在他到家里玩 在家里玩 小孩因为他也不过小孩 丈夫小陈告诉老娘舅 妻子每天晚上 都说去广场跳舞 原本也不觉得有异常 可前段时间 他发现妻子似乎在说谎 她说我在广场去 那我是女婿的 后来我就 那后来我就 她说我一出来 在家里广场一会 我就到酒店中 我说我老坏的 还在广场 我去把她击回来 过去广场 一样都没有 后来她说 都在跟那个教舱回来的 那叫我 叫我怎么想 说跟男的教舱去 说住哪一个教舱 住哪个教舱 这个男的你任何人是 那么是跟她 就是没交往的 没交往 你别说说坐谁的车 坐谁的车里都有 那广场她的找你 你人不见 这个事情到哪里去了 他我在广场那里去 他不知道 他没来 没去嘛 没去 我就等他 看到一行 我就正好回来 碰到那个车子 我就坐他车子回来 他这个情况 跟你讲过了 那我没怪他嘛 你相信他的 我没怪他 以前就是我们在农策里面 他没出气 我们也不会 也很轻易也很好的 嗯 一般的在这种上啊 就从他一年放里面 就完全变得各种一样的 微信上面 那你的 聊天很多的 嗯 你外面去玩 最近的变化这么大 是什么原因 出事你要这样做呢 是什么原因 出事你的变化了呢 是从他不开始认信任我 不是说我不相信他 因为他说说的话 有的很粗很粗 我们男人都说不出来 他都能说得出来 谁 就是有了微信上的男人吧 都跟微信上的男人讲话 对 他叫微信聊天 对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我看到一次嘛 看到一次 看到什么呢 我说 看到什么你说 别那个 就是你说 怎么爱 怎么叫做爱你 不懂吗 这些我们肯定不接受的 是不是 嗯 哦 有这种微信的内容 他是这样的 他应该 那个他发的朋友圈 那我就转他 他那个叫 那个爱 叫叫爱不是是那种爱 他说 什么叫做爱 他一打开里面 有字的那种 微信朋友圈里呢 确实有很多 关于爱情的文章 记者小冯说 他只是转发一下 丈夫小春就对他发火 真的是小题大做了 你说两夫妻 我都跟你解释 那么多次了啊 嗯 你说你像这个样子 老师怀疑老师 如果两夫妻 那么怀疑了 或者说实话 屈子也没 你怎么跟你 我小姑娘就跟着他 我十 十 十八岁我就跟着他 交给他的时候 他又说了 我说就说就不说 不该说了 回去过年 就是我那工作 只有一千两个人 回去过年 我也没有想起过他 我也没说了他们怎么 现在怎么都有了 家庭也好过一点了 他反而 老师说你以前在这边干嘛了 你以前从来就没有信任过 一句 时间都是短的是吧 对 他只要我只要跟他时间待长了 他就觉得有问题了 他就搬家 没有的 那那不是那天 就是 就是我就搬在这 其他的地方 没有搬过吗 就是在农村里面 他也没没法 改变了本地人 我问你 刚往待过几年 刚往待过三年 是房东叫我们搬的 对 刚往房东叫我们搬的 那那那周向那里呢 周向那时候我们没钱 啊 房东费 那在地场呢 在地场那时候 我之前赚大钱 没办法 后来就可以了 我 请你这样 那么这样 我说不过你 但是从一开始就不行了 那他上次吵架说 我是不是从我嫁给你开始 你从一开始就不信了 他说是 我从来就没行为人问了 这句话讲说没有 没有 你看 这句话是我自己造的 你给自己聊天说少 陈建宁 然后自己造的 自己造的 像这样说的话 那你就不用说了 妻子小冯说 道夫小陈就想控制他的一切事情 就连他跟别人说句话都要管 你跟奶奶聊天 他说你跟那个奶奶有关系的 你跟女儿聊天的多了 他就说你跟那个女儿 别被那个女儿带坏了 怎么讲 那我就 那他想他这样说 我就朋友都不想交了 你说是吧 因为 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 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子 你不是这样子 他因为跟男人前面 他说的话 一般我们男人都说不出 他都能说出来 因为再一点我就怕 当别人的老二当老三 不是 我能听到舒服吗 不是 老人愿 不是 我过在你隔壁的人交流 你这话自己要注意是不是 你说 那我老公 这个老公怎么想法 你现在来笑着说吧 就是开玩笑的 不是说是这样的 刚开始是 我那个朋友 他他老公 他不能开玩笑 我刚开始说 老二老三的 我都没有理他 那就不没有理他 他反正只要听到这些话 他就说 说什么什么的 说人家在你老二什么的 不是 你还叫我老大 我还跟他急啊 我还跟他吵啊 你说是不是 不可能的嘛 那两个人 你做生意的人 本来就是这样的 你说说 你限制他的自由了 限制他的行动了 也太过头了 是啊 那都整齐在家里 他妹妹慌 你说 你说怎么办呢 你说怎么办 跟别人讲话 你跟这个没有可以带回来的 跟那个男人 你跟他回来发生事情的 他因为白天都不在家里了 你去了 白天不是 不是 白天都在家里 不是你可以看监控的嘛 隔壁邻居然那么多 孩子 他那天怎么说的呢 我两句 他是这样说的 他我晚上回来 你在 你在外面 白天我又不在家 回这里在干嘛 好像觉得 就是我的白天在外面 就去古兰人用了 那这隔壁 两隔壁人那么多 你说是不是 你可以问隔壁的 我整天在不在家 把风言风语认定为证据 显然是不合理的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盐济堂 桂皮克力 前堂老娘舅 妻子小峰表示 缺乏信任的婚姻 过得太累了 现在他就想和丈夫分开住 我想现在要回家 我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 回到哪里去 回够住 回够住去了 孩子也不要了 像这个样子还能过来 他也 他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这个样子 你自己想过没有 你存在的问题想过没有 我存在问题我想过了 那你想过就好了 所以你做得很好 家里也管得很劳 回到这里 你跟丈夫好好交谈 他外面这么辛苦了 老公你辛苦了 把家里搞搞好 跟小安回来 把学回来了 跟他交流交流 是吧 你要把握你自己的 你有个很大的问题在哪里 我不知道说你有什么 什么情况发生了 你没做的事情 就知道自己的快乐 根本没考虑了 老公的感受 根本没想到老公想一想 就知道自己快乐了 是吧 自己高兴了 你有些行为是不正常的 就是这两年让他欢迎了 那么好 就是这半年 他不是没有想法 他不叫老公了 他从一开始就不信任了 是吧 他一开始就信任 他就不会出了这样问题 是不是 还是一个问题之间吧 虽然丈夫小陈对妻子缺乏信任 但老娘就觉得 妻子小冯也要反省一下 不能一味的把责任 推到丈夫身上 其实这些经验 你一直都是要苦下来的 为什么现在都有这个想法呢 他不用说改变了 他现在原来是夫人 现在苦了 是今年都这样过下来的 为什么你出现 现在这种想法 这也不是 那也不是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在心里已经看不起他了 不是说看不起他了 那什么原因 那就是所有的 反正一句话就是 什么一句话 那句话你变了 怎么玩呀 是吧 但是你变了 到外面接触的很多了 是不是 世界上发生变化了 那么刚刚好老公也存在一些问题 你看不起他了 我没看不起他 好 没有看不起他 好 这个真话了 真话 我跟谁人 我不敢 那我问你啊 我跟朋友 我们也真是确实的 你现在希望你上个妻子怎么做 我希望他就是上帮不上帮都无所谓 无所谓 你希望上帮不上帮你都无所谓 我知道 就是他把家里把我女儿逛逛好 家里事情都做好 我就是我一直说偶尔忙的时候帮忙帮一下 这么简单的两点 能不能 能好 听到的 老婆真的一个好跟他跟我通了 他是完全的通信他里面的了 是吧 能的 是不是 嗯 什么